花蓮原本有97家的健保药局提供民眾购买10名支口罩 不过13号却传出有7家的业者向卫生局提出的是提卖口罩申请 依据卫生局表示这申请提卖口罩的药局多是一人药局 因为药师年迈还有不堪负荷工作量等原因提出的申请 目前已经同步向中央提报 获准之后就能够退出反射 拿出零钱和健保卡往桌上一放 这是民众在防疫期间到药局购买口罩的日常 不过背后却充满着药师包口罩的辛劳 一片片数着口罩 确认过数量之后再整理好放进纸袋 同样的动作一天要重复好多遍 而现在就有药师因为不堪负荷工作量 而向卫生局提出了停卖口罩的申请 华莲地区原本有97家的健保药局提供民众购买实名制口罩 但是13号的时候却出现 由7家业者向卫生局提出停卖口罩的申请 根据卫生局表示 申请停卖口罩的药局多是义人药局 因为要是年纪大了以及不堪负荷工作量等原因 才会提出停卖申请 目前已经同步向中央提报 而等到获准之后就会退出贩售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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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ffectivel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